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请不吝点赞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上涨了44.82点 收盘指数11,010点 涨幅0.41% 成交金额1322亿元 OTC市场上涨了0.98点 收盘指数是151.46点 涨幅0.65% 成交金额是427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风云投顾资深分析师和金城金城大哥 金城大哥台北股市 昨天当然受到了美股的激励 那么是上扬的 而且这里面美欧之间的贸易大战 至少大家可以喘口气 但现在看起来美欧之间 可能共同对付的是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对于台北股市 究竟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而且最近像被动元件 像金元 似乎都比较反而弱势 我们要如何的来看待 基本上来讲这几个族群是这样 因为再来的话就要公布到8月14号 以前要公布第一二季的财报 然后同时在8月10号以前要公布营收 那这两个会攸关到下半年的主流股 那我先提醒一下 那来到大盘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现在已经除掉300多点了 所以现在的指数的位置 已经11300点以上 因为你把钱都拿走了 那面对这样行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不知不觉你去看 我先不用讲电子股 我先讲传产 你看水泥股有没有涨 水泥股是慢慢的慢慢的 台泥雅零一都是这样 那涨个五成雅零 对吧 那所以有些股票最近BDI指数涨 所以一些行印股像台航 这一些也很快速的去反映 反映那个BDI指数的上涨 这等于是上涨 等于是反映涨价的效应 这个在传产 所以昨天的部分 就让这些传产也推一下 然后把指数站稳了1万1 来到这里重点下半年 很重要的是选股 那重要选股刚刚 奉兴前小姐讲到了一个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指标基本上来讲就是国据 那国据的部分 这一波会反转下来 是说他的前期卖的这个股票 我觉得都是借口 我讲一句实话 那个陈董不要来骂我 前期能把股票放这么久吗 前期已经离多久了 早就想要给你贴割很清楚了 怎么股票能从10块钱爆到1000块 这我只能质疑 这市场上那个PTT上的质疑 有道理 而且之前那么糟的时候 我只这样想 自己想他是超乎常理 那他前期太厉害了 对不对 已经离这么久了 还把他股票爆得紧紧的 是不是这样 我说不要来告我 这是PTT上面写的 那你就去 你就很多想象 就想象我就不能引述了 再引述我会被捶了 会影响行情 那所以被动元件来到这里 你就看国据 国据他能不能再上去 能不能再占到1000块上去 这是非常重要 而且重要一件事情 有人扩产了 马如塔 就是春天要扩产了 对不对 有扩产一定有增加需求 就像DRAM一样 开始Samsung扩产以后 就帅一样 是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他的技术层次 前提是 被动元的技术层次 有没有很高 没有 只要扩产就一定有 就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这是我一定讲的 因为之前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之所以会缺货 就是因为大家都减产了 大家都不生产了 那细经研的状况是 技术层次比较高 而且贝斯比较大 你要扩产 那个贝斯都要比较大 所以他维持 他也都有下来 扩产就下来了 对不对 那DRAM就很早就下来了 就不用再讲了 那再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看到这一个部分 现在比较没有悬炼的 没有扩产的 就是Multi-Fi而已 因为他们没有 大厂都没有扩产 最大厂叫英飞林 第二大厂应该叫瑞萨 他们都没有扩产 那没有扩产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要讲到 这个部分 那他最近有该公布 第二季的财报 不要意外 第二季财报好是正常的 因为台币扁那么多嘛 对吧 那会对回充都很大 你看最近很多股票 都是什么第二季 比第一季成长了十几倍的 九倍的 今天有九倍前几天有十二倍的 那我就不要点民工个股啦 那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你以后还是会有看到嘛 好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怎么去看几件 法说以后的结果 法说以后有一个股票 脸书蹦蹦 因为他数字不好 对啊脸书一口气跌了将近两成 但是人家AMD涨14% 对半导体像那个超微 对没错 半导体昨年讲1.8% 然后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他讲的话说 数字好吗 不好 不好 人家4000已经4出了 我第二季不好 所以大家都知道不好 但他稍微讲一下 他说手机好一点 那就这样了 因为预期不好 结果稍微有一点点的力多 大家就放大了 那预期很好的 稍微一点点力空 也会被放大 对 所以你就注意一下这个 我就把那个大家要注意点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 点连线一次 那我就把那个注意的点 就是营收跟第二季财报 如果营收很好 如果企业营收很好 那第二季财报也很好 或是营收创历史新高 那这一些都应该是为 未来法人追逐的一个方向 可是金城大哥也提到就是 那像因为像MOSFI 对不对 像MOSFI稳帽他的 他的这一个法说之后 也是跌很凶 来我跟大家讲 我讲一件 讲到这事情 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 好吧 那个好像是瑞士信贷 把它降到100 对 然后昨天有个外资 把那个全新调到125 你觉得合理吗 好你这样觉得合不合理 不合理 我比个例子给你听 你会说 如果哪一天有外资 把台积电降到100 把连电调到125 你觉得是神经病吧 对 对 我就结论是 我认为那外资是神经病 你把台积电 我说假设 我假设比较夸张 台积电目标价降到100 连电目标价调到125 这是commer sense 这不需要我去讲 怎么可能稳帽目标价100 然后把全新调到 全新调到 你去看lumantan 你去看lumantan lumantan 昨天又涨2.2% lumantan根本没有跌 lumantan有回一点 当然腐尼莎说要扩产 但是扩产 量力 6寸的 6寸的这个 这个做那个 刷刷脸的 6寸的量力是很难的 我们国内6寸都扩不出来 你没看吧 对吧 那腐尼莎如果以前很好 那腐尼莎以前就 就量力就好了 就合格了 就是量力会有问题 所以 所以他有讲了一下 为什么他说第二季 第三季会 会不忘 因为 i10卖的很差 所以他的东西 他的东西就是 刷刷脸的那个模组 所以库存还很多 库存还可以用 不能报废 所以那个库存 所以你这一次很好笑 那个很便宜的 那个刷刷脸 一定用库存的 那个比较高 这一定用新的 对 库存可以用啊 库存用 当然先用库存吧 这是必然的 而且5G 它有5G的概念 所以我认为 那个3105的文帽 这个位置 就像3000出头的大力光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把结论讲 那但是不要用融资买 就这样 好 那再来我讲到一个新的产业 跟大家做报告 我每次有的时候 新产业我就讲 台积电这样起来 我们最近有一家 讲到MOSWE涨的时候 我就讲到一个 MOSWE类股里面 毛利率最高的 有一家公司挂牌了 叫做生羊半导体 叫8028 大家不太熟悉它 对不对 但是它名字就很清楚 我叫半导体 叫生羊半导体 8028 它是 它是我们台湾 跟台积电一样 这个 这个叫做冠军 它是全世界 晶圆薄化的 最大厂 那我们细晶圆 晶圆为什么 晶圆为什么要从 8寸到12寸 就是要让我们的晶片变小 对不对 然后功耗 可以省电 可以低功耗 这是把晶圆 从往上奈米 一直往上走的 主要的原因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钱比较省 就是薄化 把晶圆变薄了 就是把你的晶圆 变得更薄 你可以变小 也可以变薄嘛 变小 那个通过去的电流 就少了嘛 然后变薄是不是也变小 对 那台积电是把它变小 生阳半是把它变薄 这样了解吧 那它是全世界最大厂 就是薄化的制程 对对对 也就是说 就是让我们经年变得 那个低功耗 然后省电的 有两个方式 一个变小 一个变薄 这样大家能接受吧 好 那台积电大家熟 生阳半导体 大家不熟 生阳半导体 现在股价好像不到50块 不到50块 它的毛利率 它算 我把它并在MOSFI里面 因为MOSFI只要未来 因为MOSFI现在都在用8寸 没有用12寸的产能 那用8寸 你如果要越高阶 那只能变薄 所以它的最大客户 有几个 对 只能变薄啊 我不要变小 我变薄可以吧 变薄 所以MOSFI最大厂叫 英飞林 OK 那生阳半导体的最大客户 其实是谁 是台积电 台积电也变薄 台积电 英飞林 还有瑞萨 瑞萨是不是亚洲最大的MOSFI的大厂 还有谁 应材是它最大的法人股东 应用材料 那就股价来讲 现在MOSFI随便都一百多块 它股价大概只有50块不到 50块不到 它也刚上市 刚上市 没有什么太大的 那个 你说什么功能高 没有 它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来讲 它应该 第二季营收是历史新高 第三季也是新高 第四季也会新高 这大概都是这样 这是一个未来趋势 对 这是未来趋势 变小大家知道 变薄不知道 变薄的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好像是8028 生羊半导体 好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参考参考 对 我们要非常谢谢风云投顾 资深分析师和金城 金城大哥 谢谢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考参考